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 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主你以外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 你也是教会的头 主啊 求你因着你自己的荣耀 带领你自己的教会 走在你圣洁的光中 主耶稣 主啊 在这个主日的早晨 也是主你所定的日子 主啊 让我们守节 清新的来侍奉你 是讲的 听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蒙圣灵的带领 同德福音的好处 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 被主来用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进入主 你自己宝贵的话语 你宝贵的应许当中 我们是平信向前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圣名求 阿们 好 感谢神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 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那刚刚过去的这个感恩节 弟兄姊妹你们过得都好吗 感谢神 好 那2022年 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一年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我静下心来 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发现上帝的恩典 却是数之不尽 有太多要感恩的地方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也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好 那美国的感恩节 其实与五月花号公约 有直接的关系 那五月花号公约 也是美国宪政的基础 那1620年 第一批这个从欧洲清教徒 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 他们坐船来到这片新大陆 在Plymouth 靠近这个Boston的一个港口城市登陆 在那个严寒的冬天 因着上帝的恩典 他们成功地在这片土地上 存活下来 OK 好 那他们存活下来 那清教徒因着自己的信仰 他们为信仰付出了 这个昂贵的代价 去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有一本书 就是叫《普里茅斯开创史》 那记录了他们北美早期的历史 和清教徒的天路历程 那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叫William Bradford 他也是五月花号公约 起草人和签署者之一 他有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我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要孩子们今后能看到自己父辈如何完成第一次冒险之旅 他们经历了何等的艰难和奋斗 尽管他们有种种的弱点和缺失 却是最终被上帝所拯救 那1941年 美国国会规定 将每年11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 作为感恩节 成为美国的公众假日 延续至今 感恩是基于上帝的恩典 以佛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提到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如何成为 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我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感恩的人是认定主能 求告主明 我再讲一次 一个感恩的人是认定主能 求告主明 今天的主题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十一到十三节 这地方说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马蜂的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那我们知道 路加福音 在这个地方是第三次提到 主耶稣向耶路撒冷行进 第一次在第九章 五十一到五十三节 第二次在十三章的二十二节 这是第三次 那耶稣 他是要中途经过哪里呢 中途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我们来看 耶稣他的行径是从北向南的 加利利在哪里呢 加利利在这个地方 撒玛利亚在中间 然后耶路撒冷在下面 所以耶稣的行径是由北向南的 他经过一个村子 那撒玛利亚就在这个中间 上面是加利利 下面是犹大地区 耶路撒冷大概在这个地方 好 OK 好 所以呢 借着这个地图 大家对耶稣的这个行径呢 就是有一点了解 进入一个村子 进入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呢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 那耶稣要进村子 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 他们就迎面而来 然后呢 他们远远地站着 那我们知道 大麻风病是一种什么样 是一种皮肤病 麻风病影响人类数千年 它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传染病 那得这种病 你要怎么样 你要离它远远的 为什么是会被传染的 对不对 今天谁说 有疫情 那不是说 你有疫情 好 我跟你报一报 都要离它远远的 因为这种病是会传染 麻风病影响了人类数千年 是一种传染病 所以大麻风患者 必须要与什么 人群要保持距离 那根据摩西律法 历维纪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 身上有长 这个大麻风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蓬头散发 蒙着上村 喊叫说 不解禁了 不解禁了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解禁 他即使不解禁 就要独居隐外 所以长了大麻风的人 他不能够接触人 人也不敢靠近他 用今天的话来讲 麻风病人 怎么样 Totally a loser 是一个完全在生活当中 在人生当中 是一个失败者 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人群 人也不敢洁净他 他所经历的就是什么 就是常常地被人拒绝 看到很多的白眼 活在地上 没有健康 也没有指望 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进入村子的时候 这十个长大麻风的 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说什么 夫子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他们不敢靠近耶稣 因为知道自己是不解的 自己是长了麻风病的 他们必须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他们喊叫怎么说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从这句简短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体会 他们渴望得医治的心 虽然他们并没有口头 要求耶稣 医治他们 但是那句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听到他们 发自内心的呼求 为何他们对主耶稣基督 发出如此的呼求 因为他们认定 主能医治他们 医生 药物 不能够做的事 在上帝 没有难成的事 大家阿们吗 感谢神 他们认定 主能够医治他们 所以他们高声地喊着说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真言 在旧约圣经中 被称为 智慧书 那真言 是写给谁的呢 是写给年轻男子的 教导他们 在地上 要如何行事为人 真言 或者是愚昧 他们都是用拟人的手法 所以是会说话的 那真言书三章一节 智慧 以长者的口吻 称这位年轻的长 年轻的男子是什么呢 说我儿 英文就是my son 他用一个长者的口吻 来教导这个年轻的男子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里谨守我的诫命 然后到了第五第六节 真言怎么说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我们所行的路上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你都要认定神 他必指引你的路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有的选择 可能只影响你今天的心情 但有的选择 却可能改变你的一生 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你一生人当中 有没有认定神 我有没有认定神 我有没有把这个神 作为我一生所要追求的 我认定他 摩西在临死之前 把神的话摆在以色列人面前 说我今天呼天唤地 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身 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 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摩西很清楚地把两条路 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就是一条路是生死 一条路是祸福 今天我们的人生要走怎样的路 我要做怎样的选择 我的一生有没有认定神 什么叫做认定 认定就是我做了这个选择 怎么样 我不再改了 我不是改来改去的 我不是患得患失的 我认定神 这个神是我的标杆 是我的神 是我的主 我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 我认定他我就不改了 我这一生人就是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这个叫做认定 那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认定主能求告主明 那认定比较是从态度上的 我认定神我就不改变了 我不患得患失 我这一生无论是在高山 无论是在低谷 我认定神神带我走一条恩典的路 所以他用恩典为我年岁的观念 神是从根骨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神是从岁首到年终都不改变的神 我既然认定神我就认定了这条路 我不再改了 这叫做认定 认定比较是从态度上的 那求告求告就是除了向主呼求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醒悟过来 我醒过来了 昏昏沉沉的糊里糊涂的 现在神的话语让我的心怎么样 醒悟过来就开始求告神 那圣经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是不是 浪子花费了一切 他的这些产业 他的这些财富之后 怎么样 他要去跟这个猪要抢这个食物 都还没有得吃 这个时候他怎么样 他醒悟过来 他心里面怎么样 醒过来了 以前睡得是蒙蒙糊糊的 搞不清楚状况的 人生嘛 不就是脚踏西瓜皮 划哪算哪 过一天算一天 大家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 两个半天就是一天 就是这样过嘛 这个时候神的话语怎么样 让他心里面 他的野门心窍被打开了 他醒过来了 这时候他就说什么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怎么这么笨呢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因着他的心 醒悟过来 回到父亲的家中 所以俗话讲 浪子回头 下面一句是什么 金不换 对吧 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 你给我黄金我都不跟你换啊 多么的宝贵 好 那教会历史当中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浪子 就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 生活是放荡的 可是当他的心醒悟过来之后 在教会历史上 大大的被主使用 所以当我们求告主民的时候 感恩是基于上帝的恩典 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白白赐给我们的 所以以佛所说二章四到五节 讲到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 一起来敬拜 来赞美 来侍奉 这位独一的真神 这是神的恩典 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认定主能 求告主民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如何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首先我们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能认定神 认定神能够帮助 无论在怎样任何的环境当中 即使我今天在一个 hopeless case 在一个完全没有盼望当中 神依然是我的盼望 要认定主能 然后我的心要醒悟 要能够求告主民 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讲第二点 听从主命经历主恩 我不仅仅是要能够认定神 我也要听从主的话 我要能够学习顺服 我要对神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 是不是 我认定他 可是呢 我自己走相反的路 这不叫做认定 认定要加上听从 我要顺服神 所以听从主命 然后就能够经历主恩 好 经文在路加福音 第十七章的十四节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当他们呼求说 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神有没有回应他们 耶稣有回应 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好 去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 你要去 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 那这十个长大麻风的 听从主命 他们去的时候 身体就得洁净了 好 他们去的时候 准确的翻译是什么 他们正开始要去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 我心里面就决定 我要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正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洁净了 那英文讲 While they were going They were cleansed 他们正决定 要去的时候 哇 他们听从此的话 就是要去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得洁净了 换句话讲 当他们有这个意愿 有这个愿意去做的心的时候 他们就得洁净了 为什么呢 在诗篇103篇8节到13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爱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造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想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 敬畏他的人 这是神的恩典 天离地有多高 神的恩典就有多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也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有多远 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诗篇103篇 从第8节到13节 这6节的经文 开始是什么 耶和华有怜悯 可是到了13节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 我们有能力来到神的面前 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的神 祂是连续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本相 祂知道 祂知道我的过去 祂知道我的今天 祂也知道我的将来 而我所要做的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呼求耶稣夫子 可怜我们吧 神的怜悯 神是以怜悯为怀的神 所以这十个长大麻风 当他们正要去的时候 他们就得了洁净 他们对主有信心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着信 他们对主的话怎么样 没有怀疑 我们今天看神的话语 我们不是在挑战圣经权威 我们也不怀疑神的话语 圣经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听从主命 就能够经历主恩 还记得我讲的第一点吗 是什么 认定主能 然后呢 求告主明 第二点呢 听从主命 经历主恩 感谢神 感谢神 大家听到没有睡觉 感恩 好 这是一句玩笑话 好 接下来 圣经中另外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乃曼 OK 那 列王记下第五章 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 尊 为尊 为大 因耶和华 称借他是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好 这短短的一段经文 把乃曼 乃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可是怎么样 他所拥有的 不能使他的大麻风 得洁净 是不是 他在主人面前 在王面前 是为尊为大 然后呢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有勇力 有智慧 有财富 可是 只是一个转折 只是长了大麻风 可见他所拥有的 却不能使他的麻风病 得洁净 那后来 有一个小女子 跟他祖母讲说 你要去以色列国 因为以色列国有先知 于是呢 然后这个乃曼 就带着浩浩荡荡的 又是车又是马的 好 来见以丽莎 好 那以丽莎怎么样的回应呢 以丽莎打发一个使者 对南曼说 你叫他去 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他的肉就必复原了 而得解禁了 那 当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好 你这样的对我 漫不经心的 说叫我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 你的肉就复原了 得解禁了 乃曼怎么样 乃曼就发怒 心想 你这样的怠慢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I'm somebody 对不对 我不是nobody 我是somebody 你这样的怠慢我 所以乃曼就很生气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怎么样 乃曼有一个仆人 他对乃曼说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 叫你去沐浴而得解禁呢 对不对 如果先知告诉你 你要上刀山 下火海 你的病就一定能够医治好 你难道不去做吗 有一线的希望你都会去尝试啊 因为这个大麻风病是什么 是一个绝症啊 你都会要回去尝试的 何况先知跟你讲 叫你去沐浴呢 这个时候乃曼怎么样 乃曼的心 醒悟过来 乃曼就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就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这个时候怎么说呢 经文在第十五节 乃曼说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以外 普天下没有神 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乃曼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他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所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听从主命 就能够经历主恩 你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当我们去听从神的话的时候 我自己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还是说 Hey I'm somebody 越是有权势的人 越是心很难谦卑 对吗 I'm somebody 我是有权势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 无论高高在上的 无论在下的 我们是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我们要能够顺服神的话 听从主命 经历主恩 好了 那很显然 讲到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在我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因信照着神的话去做 信心就是在我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照着神的话去做 我相信神的应许 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信他 而且我信他到底 所以信心的源头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就对了 OK 所以神说不喜悦的 我就怎么样 我就首先不想 不讨神喜悦的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呢 我告诉你 你的心会告诉你 不讨神喜悦的 我就不想 然后呢 不看 然后呢 不听 然后呢 不说 最重要怎么样 我不做 OK 信心不复杂 信心基于神的话语 OK 神所不喜悦的 我就首先是不想 然后呢 我也不看 对不对 我们今天看很多的东西 有的时候看的那个东西 我告诉你 看完之后 你想死的心就有了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你看完这些新闻 哎呀 你觉得人活得太没有意义了 前两天 你看这Virginia 这个Walmer 又发生了枪战案 又发生了 杀人事件 是不是 当你看到这些事件的时候 你发现 想死的心都有了 所以呢 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要给自己的心 要立界线 那立界线是怎么样呢 就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首先就不去想它 我也不去看它 我也不去听它 我也不去说它 我更是不去做它 好 大家现在把你们的手给我 我们一起来做 神所不喜悦的 神所不喜悦的 我 怎么样 不想 不看 不说 不听 也不做 最后一点 也不做 所以 信心 一定是跟行为 有关的 所以雅各说 信心 没有行为 是死的 哎呀 我对神很有信心 可是 你怎么样 你每一天的生活 还是一塌糊涂 这不叫做有信心 信心 一定是跟行为 发生关系的 所以这个地方 在耶利米苏二章十三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作出池子 是破裂 不能存水的池子 前面讲到 当我们认定神的时候 我们就必然得生命 这地方讲到 离弃神的时候 我们就必受亏损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不要在神画句号的地方 加上问号 我再说一次 不要在神画句号的地方 加上问号 哎呀神 我怎么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呢 神的旨意全都在圣经当中 照着圣经的话去行 你就必然经历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所存的那个救恩 那个恩典 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 教会 有位姐妹 最近查出来 身体上有问题 我之前跟她聊了之后 我发现 她对主怎么样 大有信心 虽然在病痛中 她的状态给我的感觉 身体已经好了大半了 您经历过主次医治的恩典吗 乃曼因信而顺服 经历主次医治的恩典 这十个长大麻疯 他们正去的时候 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 请问你经历到神医治的恩典吗 感谢神 当然 我们知道 当然 我们知道 有一些信心 很大的人 对神很有信心的人 很敬虔的人 他们的身体没有得医治 这就是身体得医治的公式 并不是简单的 A加B就等于C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医治的主权在神 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他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扶辟我 保罗并没有经历到 上帝将这根刺拿开 但是上帝告诉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保罗说 我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扶辟我 保罗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给我们留下一个感恩的榜样 所以今天 无论我的身体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 神医治我 那好的无比 神没有医治我 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好 我讲到第一 怎么样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呢 认定主呢 求告主明 第二 听从主命 就经历主恩 因为我们的神 是以怜悯为怀的神 我们的神 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好 我们再来讲第三 心中有主 就献上感恩 经文 路加福音十七章 从十五节到十九节 那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身 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捷径了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主人 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 救了你了 请大家特别留意 这五节的经文 这十个长大马蜂的 究竟是什么时候得医治 得捷径呢 就是他们照着主的话 正去的时候 正开始 要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 他们就得洁净了 可是得了洁净之后呢 只有一个人 内中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 那这个人 那这个人又匍匍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所以耶稣说 除了这外族人 那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了吗 就对那人说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自古以来 猶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却是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为什么他 不就解禁了吗 解禁了 大家不都走了吗 他为什么回来呢 为什么回来感谢神呢 很显然 这个撒玛利亚人 心里面有主 那其他九个人 心里面有什么 有自己 他们看重的 就是自己的身体得医治 对不对 现在你看 哎呀 我的这个身体好了 哇 我现在可以回到人群当中了 是不是 你知道 以前我在洛杉矶的教会 我们教会常常 因为在洛杉矶这个市中心 常常的会有一些非法移民 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呢 要求教会帮他们申请身份 好 那当他们 要请教会帮忙申请身份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样 他们来教会的次数 非常的勤快 祷告会也来参加 什么活动都来参加 来教会的次数非常勤快 可是一旦身份办下来了之后 你就看见 就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他们了 对吧 哇 现在有身份了 我现在要去什么样 要去实现我的美国梦 我要去赚大钱 我要去住好的房子 不再来教会了 可是相反的 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 是撒玛利亚人 他心里面有主 他对主太感恩了 他想到自己过去的光景 我是这么样的在这个病痛当中 在这个不解当中 远离人群 常常都受白眼 现在我都解禁了 上帝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 是何等的浩大 我一辈子报答神 都报答不完啊 他心中有主 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 感谢他 所以心中有主的人 一定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主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 不仅仅他的身体得健康了 他的灵魂也得救了 你的信救了你 大家还记得 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吗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明白之后 就结出六十倍 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躲了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未到遭了患难 或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事上的思虑 前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解释 唯有心里有主的人 认定主耶稣基督 祂是以怜悯为怀的神 是祂人生一切的主 祂会来大声地会荣耀于神 诗篇103篇1到2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 祂的一切恩惠 一个心里有主的人 所接出来的第一个果子 就是感恩 我们 好 希伯来书13章15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民 知人嘴唇的果子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像那九个长大马蜂的人 对主的恩典是忘恩负义 求主 常常地让我们能够来省察 我今天在怎样的环境当中 是因着神的恩而有的 所以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我们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 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神的恩典 所以 菲利比书二章四到五节 保罗说 耶稣基督律的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恩典 那现在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向学生传福音很不容易 但感谢主已经开放以来 我们可以在学校做一些的活动 那神也给了我们几位这个学生同工 一起参与服饰 我们第一次在学校做活动的时候 我们预备了很丰富的食物 可是来了小毛三只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 很很 就是觉得有点压力 但是很感恩 感谢神我们同工们一起祷告 经历神的恩典 为神带在我们当中的 这小毛三只 我们来感谢神 我们心里面就是存着感恩 感谢神 我们感恩节的活动 上帝给我们翻了一倍 我们来了六个学生 所以神的恩典够用 今天无论是在怎样的环境 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怎么样 首先我们知道神的恩典 我们首先是知恩 知道神的恩典 认定他就不改变 然后呢 我们也感恩 我们听从主命 就经历主的恩典 我们学习感恩 第三个 我们能够报恩 报答神的恩典 那如何报答神的恩典呢 爱人如鸡 常常为你周围的人祷告 为神的国祷告 为神的家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是在家庭中 在教会中 在职场中 在学校中 能够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 感谢神 与我们同在 下面我们请敬拜赞美小组 带领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感恩 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感恩 跟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